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婚姻是神的祝福 就在前两章刚刚提到淫乱对于人与群体的败坏之后 保罗强调了婚姻是神的祝福 如果在婚姻里夫妻双方愿意为对方而持守自己的身体 这样的婚姻可以胜过淫乱的诱惑 而第二个重点是如果婚姻的另外一半不是信主的人 保罗强调不要因为他不信主而选择离开他 而当另外一半要离开的时候却不能强留他 这里所说的重点强调了基督徒的品格 不是要自作主张伸张正义 而是要为他人的好处来生活 保罗说 无论是弟兄是姐妹 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神招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和的和神所招个人的而行 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 而最后一个重点是不要轻易地追求改变自己的身份 在二十四节 弟兄们 你们个人蒙昭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保罗说 信徒要学习在自己已有的身份上 学习荣耀神 因为如果我们身为奴仆的不再是人的奴仆 而是神的奴仆 单身的信徒可以天天为主的事而挂虑来服侍主 而已经在婚姻里的信徒 可以透过服侍自己的另外一半来服侍主 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都可以去服侍我们的主 服侍主的重要表现 其实就是好好地服侍身边的人 为身边的人的好处来生活 因为基督就是为我们的好处 舍弃自己的生命 走上十字架的 当我们效法他的时候 基督的福音才真的透过我们彰显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